而参加婚宴的宾科中 自然名流云集 文人莫刻意相聚 司主歌舞齐等弦 更少不了做诗行律 以诸久性 那老夫今天又赴诗一首 在宋朝 一度流行过苏氏老庆家范镇 发明的落花令 也叫飞音会 春季花开时节 摄焰于繁花之下 小风吹来 花落到水酒杯里 谁就整一段诗词 或喝一大杯 无意乐乎 繁花 诗词 美食 美酒 司主 歌舞 甚至杂耍 这场令我们神往千年的会员上 风雅与烟火并存 日常与情思交融 恍若一幅佛色深香的画卷 映照着那个繁花似锦的年代 也书写着一对才子佳人的青春与未来 我帮她 那是 你 这